大家好,我是阿娇 今天和大家分享三种珍珠奶茶的做法 想喝珍珠奶茶的朋友再也不用去排队买了 自己在家也能做,而且上版的 做法简单,而且又美味 奶香浓郁,珍珠QQ弹弹的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做第一种黑珍珠 沟中大80克新水,30克黑糖 开小火,把黑糖慢慢搅拌油化 把糖水煮至非糖后关好 然后倒入100克木属定反 一边倒一边快速搅拌 这个黑珍珠一定要用滚烫的水 后面做出来一些热煮 搅拌到五干反后,把它倒出来 把它摇上一个团 刚摇的时候有点烫烧 现在慢慢的不烫了 然后再洗一点出来,把它缩上条 缩上条后,再把它写上巧克力 然后用手给它轻轻的摇霜 把瘦绳盐熟的黑珍珠挑出来 再把上下的继续给它瘦绳盐熟 行不说了后,再给它狗上一扇 用手电反 这样黑珍珠就做好了 放一边备用 现在来做第二种黄瘦的珍珠 准备一个芒果,连着心灯两边 把肉掀出来 把削出来的芒果又倒进搅拌机里 再往搅拌机里倒入小半碗心水 然后给它搅拌上泥 然后把它倒进锅中 这个芒果泥大概是100克左右 再往锅中放30克白糖 开小火一边煮一边搅拌 把白糖搅拌融化 把芒果泥煮至沸腾好关火 碗中倒120克木薯电反 把刚才煮开的芒果泥倒入碗中 然后把它搅拌到五干粉 如果还凝少的话,还要加一点木薯电反下去 再把它搅上一个团子 把它搅上线色种拉丝又不粘扫的状态 就可以了 洗一点出来,把它缩上条 然后再把它切上巧克力 再用手把它缩上圆形 全部缩好后 再给它裹上一层木薯电反 然后放着备用 现在来做第三种红素的珍珠 割中倒80克新水 30克白糖 再放熟悉的火龙果,把它倒碎 把它全部倒上泥后 再倒入锅中 然后把喉嚨果泥煮至废坛 碗中再倒100克木薯电反 把煮开的喉嚨果泥倒入碗中 一边搅拌一边倒 搅拌到五干粉后 再把它缩上团子 有点烫 你要弄这种拉丝的状态 又不粘扫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法 把它缩上条后 再把它卸上粒 全部缩上小珍珠后 再裹上一层木薯电反 放着备用 三种严重的珍珠行步做好了 一宿也可以再多一点 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 什么时候想吃了 再拿出来煮一下 现在来做买啥 汤即够人的口感 加入100克白糖 20克红砂液 开最小火把白糖少做融化 上次书的那一期视频 有朋友说 少出来的红砂有点发苦 如果姜糖少出来有点够好的话 会有点发苦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要开最小的口 把白糖少做融化 白糖煮做融化后 下入400克开水 接着再把600克的水牛奶 下入锅中 大耳煮开后 把耳关掉 盖上盖子 满五分钟 五分钟后 把茶叶过滤出来 放凉后 放进冰箱里冷散 口感更佳 锅中水开后 把三种珍珠下入锅中 给它搅动一下 一分钟淋着一洗 开大后 把珍珠全部煮至普洗 然后转小火煮10分钟 煮10分钟后 盖上盖子 关火煮10分钟 时间到了 把煮好的珍珠捞出来 然后把它放进提醒 放凉了开水中 给它够一下凉 口感会更Q好 如果家里有冰块的朋友 也可以放几块冰块下去 如果喜欢美观的朋友 可以把颜色翻出来 如果觉得黑珍珠还不够黑的话 再领洗锅 倒入少许的薪水 再倒一勺黑糖下去 把黑糖煮融化后 再把黑珍珠下入锅中 把锅中的水慢慢涂干 煮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把三种颜色的珍珠 行不把它装进瓶子中 行不装好后 再把奶撒倒进瓶子中 这样煮出来的珍珠 软糖浸到又爽好 奶香浓郁 颜值高 味道要好 这家自己做 花都非常够饮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 帮助留言 讨论的话 可以做谁笑哦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啦